此事可不由他 那由谁 白果开始猜 陛下 由爷 好个自负的大爷模样 七 夫管颜 拔耳朵 白果在他背后半怪脸 明日把那灯没哄回来 也有事找他 蓝湛悠悠道 公子 小得错了 哄不回来你也别回来了 整日撩猫斗鸟 爷在郑军跟前的脸面 都让你这书童丢光了 白果不服气地强调 小得是为了迷惑府里那些耳目 糊弄糊弄他们而已 又何至于把自己搞得像个小傻子 蓝湛沉默后 不解反问 白果 鹰 少作怪 蓝湛训斥 白果气得瞪眼吐蛇 可恶 他要在主军跟前 揭露魔头主子的居心不良 暴露 他按搓搓写那些小话本黑情敌 捧自己的险恶招数 顺王府 两个奴婢一边采凤仙花一边私语 奇怪 自王妃入府 王爷从不在内院过夜 这几日 怎的都去为侧君的院子 定是那边使了手段 王妃也奇怪 之前总冷着脸 如今却是一点都不急 反而有心私然指甲 一人疑惑 王妃的心思 咱们做奴婢的如何清楚 听说王爷去封地前 原本的侍妾都一一打发了 如今纵然娶王妃 那侧君 却从不在内院过夜 这些时日 慈宁宫赏赐不断 又宣了王妃几次 王妃估计也愁呢 王爷今儿既然肯进内院 下一回王妃就有本事留人 今日得意 又不代表能日日得意 就如这些花 今时再好看又如何 花五百日红 另一人说得头头是道 姐姐说得在里 好了 咱们快回去吧 别让宝还姐姐等久了 这缝鲜花 她要先行调制 再给王妃染指甲呢 就来 两人匆匆忙忙走远 玉兰扶着有些 憔悴苍白的魏瑶走出来 方才她本要训斥 那两个多嘴多舌的小丫头 却被魏瑶阻止了 侧君 您为何不让奴训几句 这两个没规矩的奴婢 即便是王妃院里的 侧君如今有王爷照拂 也用不着受小奴婢的气呀 玉兰有些奇怪 魏瑶脸色并不怎么好 然后呢 依仗着王爷 再跟王妃打擂台吗 王爷对内院虽冷淡 却挤给王妃尊容 且她家事摆在那 不是我一个侧君能随意招惹的 一点小事闹开 反惹王爷不喜 府里人人都认定 她这几日得了王爷的宠爱 可她那日即敢回来求见王爷 等了半日才得她招见 不过旁敲侧击一句 反惹王爷莫名冷言 本来还心中坠坠惹其不喜 可自那一晚起 王爷便来她院里留宿 她却始终记不得是如何伺候了 身上不痛不痒 床铺也毫无痕迹 古怪的事 每次不知不觉地沉睡 一觉到天亮 醒来整个人昏沉沉的 王爷从未责怪她伺候不周 但她仍敏锐察觉有些蹊跷 曾偷偷地里外翻查 又并未发现什么 侧君 您怎么了 玉兰被钻的手痛 盲用力掺了一下 沉玉不安的魏瑶 本君乏了 回院吧 最后几个字说的含糊 带着些抗拒 当晚 顺王府辍明院 主院里 唯有几盏明如痘的烛火飘摇 那是昏暗 却一是云香 你是谁 温柔的嗓音低问 魏瑶 回话之人呆滞地坐在床上 眼神涣散 你说 发现一个天大秘密 那声音寻寻善诱 魏瑶手微微蜷缩 脸上闪过一丝挣扎 又在古怪的腹箱里 很快平静下来 是 王爷 可以问话了 那道蛊惑的声音 主人轻轻转身 是个容貌很是普通的中年男子 但那双眼睛十分独特 好似深井一般 在昏暗的烛光下 面容灰暗不清地顺王道 辛苦先生 中年男子恭紧摇头 又提醒道 侧君心智不坚 催眠时间不能太久 恐有失智之险 说完便退到一边 顺王控制轮椅上前 定定看着神智恍惚的胃咬 又瞟向他须须握着金界的血色掌心 或许是想用金界棱角刺痛掌心 从而保持神智 倒是有些小聪明 阿瑶 你回府后 总是很喜欢入宫 因为你想去交房店 因为那里的主人 你心底一直放不下 他是谁 此时的顺王说话优雅温和 只要不看他眼底的默认 魏瑶自然是看不见的 他的思维已集中在问话 过了好一会儿 才默默地回到 是 魏英 他端坐在将红华美的交房店里 膝盖上握着一只白色的黎奴 他笑得很开心 我不喜欢他的笑 最后一句隐隐带着厌恶 顺王知道是为什么 可他毕竟是皇军了 以前已经发生的事 谁也改变不了 而现在魏家和你都需要他 无论如何不能捅破此事 还得替他掩住 虽然很可怜 但你能怎么办呢 唯有任命 对 不能告诉外人 他不是魏家血脉 要保住他的后卫 所以魏家护着他 谁都护着他 没人在乎我的感受 魏瑶难难着 面容有些猙獰 眼神却木然依旧 可是你太不甘心了 那高高在上的后卫 帝王的恩宠 家人的后代 世人的艳羡 本该是属于你的 所以你常常进宫去 你喜欢住在精致华美的 焦房殿里 至少住在那里 你可以稍微幻想一下 自己就是后宫的主人 焦房殿里总是散发着 温和芬芳的香气 魏瑶说 是因为将一种特有的花椒 合在焦泥里 涂抹墙壁 不但冬暖夏凉 还不生蚊虫 珍贵至极 我喜欢它的香气 那是独一无二的风味之主 才配拥有的 比世上所有的千金之香 更令人着迷 魏瑶露出片刻憧憬的笑 随即消失 可他不答应我入宫了 抢了我的一切 却一点都不容我碰 我不甘心 看来是真的很不甘心 魏瑶说着开始胡乱摇头 嘴里滴不可闻的嘟嘟囊囊 中年男人赶紧上前 柔身安抚 好一会儿 魏瑶才平静下来 眼神虚无地看着某一处 男人又轻轻 拨了拨床边香炉里的暗红香块 王爷 香块烧尽了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雯 MING PAO CANADA